一个普通的山村穷小子 偶然之下进入到了当地的江湖小门派 成为一名寄名弟子 他以这样的身份 如何在门派中立足 又如何以平庸的资质 进入到修仙者的行列 和其他巨小魔头 先宗先师并列于山海内外 欢迎收听奇幻长篇小说 凡人修仙传 众多谜团一一为您揭晓 这二愣子睁大着双眼 直直望着茅草和烂泥忽成的黑屋顶 身上盖着旧棉被 那床被子已经是深黄色 看不出原来的本来面目了 还若有若无的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在他的身边 仅挨着另一个人 是二哥 韩柱 他睡得十分的香甜 从他身上不时传来轻重不一的 震震的打呼噜的声音 离床大约半丈远的地方 是一堵黄泥湖城的土墙 因为时间太久了 墙壁上裂开了几丝不起眼的细长口子 从这些裂纹当中隐隐约约的传来了 韩家母亲唠唠叨叨的埋怨声 偶尔还掺杂着父亲抽汗烟袋的巴搭巴搭的声音 二愣子缓缓的壁上已经有些发色的双目 迫使自己尽早的进入深深的睡梦当中 他心里非常的清楚 再不老是入睡的话 明天就无法早起了 也就无法和其他约好的同伴一起进山捡干柴了 二愣子姓韩明丽 这么像模像样的名字 他父母可起不起啊 这是他父亲用两个粗粮制成的窝头 求村里的老张叔给起的名字 那老张叔啊 年轻的时候 曾经跟城里的有钱人当过几年的半读书童 是村里边唯一认识几个字的读书人 村里孩子的名字倒有一多半是他给起的 韩丽被村里人叫做二愣子 您可别光听这名字二愣子 可是人并不是真愣真傻 反而呢 是村里边首屈一指的聪明孩子 但是就像其他村里的孩子一样 除了家里人外 他就很少听到有人正式叫他名字 韩丽 倒是二愣子啊 二愣子的称呼一直伴随至今 而之所以被人起了个二愣子的绰号 也只不过是因为啊 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叫愣子的孩子了 这也没啥呀 村里的其他孩子也是狗娃猫蛋之类的 被人一直称呼着 这些名字也不见得比二愣子好听到哪去 因此啊 韩丽虽然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但也只能这样一直的自我安慰着 韩丽外表长得很不起眼 皮肤黑黑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孩子的模样 但是她的内心深处 却比同龄人早熟了许多 她从小啊 就向往外面世界的富裕焚华 梦想着有一天 她能走出这个巴掌大的村子 去看看老张叔经常所说的外面的世界 但是韩丽的这个想法啊 一直没敢和其他人说起过 否则一定会让村里人感到大吃一惊 一个屁股蛋子还是轻的小屁孩 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大人也不敢轻易想的念头 要知道 其他同韩丽差不多大的孩子 都还只会满村的追击摸狗 更别说会有离开故土 这么一个古怪的念头了 韩丽一家七口人 有两个兄长 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小妹妹 她呢 在家里排行老四 今年刚好十岁 家里的生活呀 很辛苦 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带荤馅的饭菜 全家人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着 此时的韩丽 正处于迷迷糊糊糊 似睡飞睡之间 脑子里边还一直残留着这样的念头 上山的时候 一定要帮她最疼爱的妹妹 多捡些她最喜欢吃的红浆果 第二天中午时分 当韩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背着半人高的木柴堆 怀里呢 还揣着满满一布袋 浆果 从山里往家赶的时候 并不知道 家里边已来的一位 会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客人 这个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 是跟她血缘很近的一位至亲 是她的亲三叔 听说在附近一个小城的酒楼 给人当大掌柜的 是她父母口中的大能人啊 韩家近百年来 可能救出了三叔 这么一位有点身份的亲切 那韩丽只在很小的时候 见过这位三叔几次 他大哥在城里 给一位老铁匠当学徒 就是这位三叔给介绍的 这位三叔还经常托人 给他父母烧的一些 吃的用的东西 很是照顾他们一家 因此啊 韩丽呢 对这位三叔的印象特别好 知道父母虽然嘴里不说 心里头那也是很感激的 大哥那可是一家人的骄傲 听说当铁匠的学徒 不但管吃管住 一个月呢 还有三十个铜板呢 那等到了正式出师 被人雇佣的时候 挣的钱可就更多了 每当父母一提起大哥 就神采飞扬 像晃了一个人似的 这韩丽啊 年龄小 可是呢 也是羡慕不已啊 心目中最好的工作 也早早就有了 就是给小常理 哪位手艺师傅看上 收作徒弟 从此呢 变成靠手艺吃饭的 体面人 所以当韩丽见到 穿着一身崭新的段子衣服 胖胖的圆脸 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三叔的时候 心里边兴奋极了 把木柴在屋后放好后 便到前屋 腼腆的给三叔见了礼 乖乖的叫了一声 三叔好 就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 听父母同三叔聊天 这三叔笑眯眯的望着韩丽 打量他一番 嘴里夸了他几句 听话 懂事之类的话 然后就转过头 和他父母说起这次的来意 韩丽虽然年龄虽小 不能完全听懂三叔的话 但也听明白了大概的意思 原来啊 这三叔工作的酒楼 属于一个叫七悬门的江湖门派所有 这个门派有外门和内门之分 而前不久的 三叔才正式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外门弟子 能够推举七岁到十二岁的孩童 去参加七悬门招收内门弟子的考验 五年一次的七悬门招收弟子的考试 下个月就要开始了 这位有着几分精明劲 自己尚无子女的三叔 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韩丽 一向老实巴交的韩丽的爸爸 听到江湖门派之类从未听闻过的话 心里边有些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 便一把拿起了汗烟袋 把他巴搭的狠抽了几口 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在三叔的嘴里七悬门自然是这方圆数百里内了不起的数一数二的大门派啊 只要能成为内门弟子 不但以后可以免费习武吃喝不愁 那每月还能有一两多的散碎银子零花 而且参加考试的人即使未能入选 也有机会成为像三叔一样的外门人员 专门替七悬门打理门外的生意 当听到 有可能每月有一两银子可拿 还有机会成为和三叔一样的体面人的时候 他的爸爸终于拿定了主意 答应了下来 三叔见到爸爸答应了下来 心里很是高兴 又留下了几两银子 说一个月后啊 就来带韩丽走 在这期间呢 给韩丽多做点好吃的 给他补补身子 好应付考验 随后 三叔和韩丽的父亲打了声招呼 摸了摸韩丽的头 出门回城了 韩丽虽然不大全明白三叔所说的话 但可以尽常能挣大钱 他还是明白的 一直以来的愿望 眼瞅着就有可能实现 他一连好几个晚上 兴奋的都睡不着觉啊 三叔在一个多月后 准时的来到村中 要带韩丽走了 临走的时候 韩丽的爸爸反复嘱咐韩丽 做人要老实 遇事呢 要忍让 别和其他人起争执 而妈妈则要他多注意身体 吃好 睡好 在马车上 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身影 韩丽咬紧了嘴唇 强忍着 不让自己眼眶中的泪珠子流出来 他虽然从小就比其他孩子成熟得多 但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小孩子呀 第一次出远门 让他的心里边有点伤感和彷徨 他年幼的心里暗暗下定了学心 等挣到了大钱就马上赶回来 和父母再也不分开了 韩丽从来没有想到 此次出去后 钱财的多少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竟然走成了一条与凡人不同的仙业大道 走出了自己的修仙之路 这是一座小城 说是小城呢 其实啊 只是那么一个大一点的镇子 名字也叫青牛镇 只有那些住在附近山沟里 没啥见识的人 才青牛城青牛城的叫个不停 这是干了十几年门丁张二的心里话 青牛镇呢 的确有它 主街道只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青牛街 连客栈呢 也只有一家青牛客栈 客栈坐落在长条形状的镇子的西端 所以过往的商客 不想露宿野外的话 也只能住在这儿了 现在有一辆一看就是赶了不少路的马车 从西边驶入了青牛镇 飞快地驶过了青牛客栈的大门前 停都不停 一直飞驰到镇子的另一端 春香酒楼的门口 这才停了下来 这春香酒楼啊 不算大 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些陈酒 但却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因为现在呢 正是午饭时分 酒楼里面用饭的客人还很多 几乎称得上是坐无虚席啊 从车上下了一个圆带着小胡子的胖男人 和一个皮肤幽黑 十岁左右的小孩 那男子带着小孩 大摇大摆地上了酒楼 有酒楼里的熟客认得那胖子 知道啊 他是这个酒楼的掌柜的 韩胖子 那小孩嘛 就没有人认得了 哎 老韩啊 这个黑小子长得和你很像啊 哎 不会是你背着家里婆一生的孩子吧 有个人突然打趣道 这话一说 惹到旁边众人是哈哈一阵大笑啊 呸 去你的吧 这是我本家带来的亲侄子 当然和我有几分像了 胖子不但没生气 还有几分得意 这两个人呢 正是一连赶了三天路 才刚进阵子的韩丽和他的三叔 也就是别人口中的韩胖子 韩胖子招呼了几位熟客一声 便把韩丽带到酒楼后面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院里 我说小丽啊 你呢 在这屋里啊 好好休息一下 养好精神 等内门的管事一来 我就叫你过去 我要先出去一下 招呼几位熟客 韩胖子指着院里的厢房 和蔼的对他说道 说完便转身匆忙的 向外走去 到门口的时候 他似乎心里啊 有些不太放心 又叮嘱了一句 哎 孩子 别乱跑啊 这镇子里人太多 别走丢了 最好别出院子啊 嗯 知道了 看到韩丽老师的答应了一声 他才真正放心的走了出去 韩丽见到三叔走出的屋子 感到很累 便一头倒在床上 呼呼的睡了起来 竟然没有一点 小孩子怕生的感觉 到了晚上 有那店小二送来的饭菜 虽然不是啥大鱼大肉 倒也算是可口啊 吃完后 那店小二又走了进来 把吃剩的饭碗块都收了出去 这时候 三叔才不慌不忙的走了进来 哎呀 小丽 这饭菜还合你胃口吧 有些想家了吧 嗯 有点想了 韩丽显得很乖巧 三叔看起来对韩丽的这个回答很满意 紧接着呀 和他聊起了一些家常话 吹嘘着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奇人趣事 这渐渐的 韩丽啊 也没有了约束感 和他开始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 就这样 一连过了两天 第三天 当韩丽吃完晚饭 正等三叔来给他讲江湖故事的时候 又有一辆马车停到了九楼门前 这辆马车通体被黑漆刷的是乌黑赠量 驾车的也是不常见的百里挑一的黄标骏马 最惹人注意的是 在马车边框上插着一面绣着玄子的小三角黑旗 银子红边 自然的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神秘色彩 看到这面小旗啊 凡是在这方圆数百里走动的江湖老手都知道 这片地方的两大霸主之一的七悬门 有重要人物驾临本地了 七悬门又叫七爵门 由二百年前赫赫有名的七爵上人所创立 曾一度雄霸靖州数十载啊 甚至还渗透过与靖州相近的数州 在整个越国也声名赫赫 但是自从的七爵上人病故后 七悬门的势力就一落千丈 被其他门派联手挤出了靖州首府靖州城 百十来年前呢 宗门被迫搬迁到靖州最偏僻的地方 仙霞山 从此在这里生根落户 沦为了三流地方小势力 有句话说得好啊 那瘦死的骆驼逼马当 七悬门毕竟曾经是个大门派 拥有的潜力那还是非同小可 来到彩霞山这个地方之后 立刻便控制住包括青牛镇在内的十几个小城镇 拥有门下弟子三四千人 是本地名副其实的两大霸主之一啊 本地啊 唯一能和七悬门抗衡的 是另一股势力 野狼帮 野狼帮啊 前身是靖州界内一股烧杀掠夺的马贼 后来呢挤经官府围剿 一部分接受了官府招安 另一部分呢 马贼就成了野狼帮 但是啊 马贼凶狠嗜血 敢杀敢拼的狠劲儿 却一并流传了下来 因此七悬门在和野狼帮几次冲突中 屡屡处在了下风 野狼帮啊 控制的乡镇虽然比较多 但不会经营啊 论富足程度远远比不上七悬门旗下的城镇 野狼帮十分眼馋七悬门下的几个比较富裕的地盘 最近呢 经常挑起两者之间的冲突 这令现任的七悬门门主头疼不已啊 这也成为了七悬门近年来一再扩招门内弟子的主要原因 听到九楼的马车上跳下一名四十多岁的精瘦汉子 这名汉子呀 动作敏捷 明显身手不凡呢 对这里呢 似乎也很熟悉 大踏步的直奔寒胖子所在的屋子而去 那寒胖子一见来人心的一惊 按道他怎么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二回